大家好,我是讲故事老范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讲讲有一个行业啊,可能快要失业了 是哪个行业呢? 圆化是啊 就是一些做设计的人啊,他们快要失业了 这个被谁替代呢? 一定是被这个AI嘛 对吧 我今天呢,也试了一个啊,叫NVIDIA Canvas 是这个英伟达出的一个小软件 哎呀,那简直是神的 就是他上来给你一个界面 就如果你是这个,啊,Windows电脑啊 不会,Mac是不行的啊,Mac没有英伟达显卡 Windows电脑,你是英伟达的这个RTX系列的显卡 就2060往上的这种显卡 你可以到网上搜一下,然后去下载这个软件 哎,像我是没有任何画画的这个天赋的啊 这个就也不叫没有天赋吧 这个就是说反正没有这个技能吧 也没有做过训练 我可以随手画就可以画出一个像照片一样 那么漂亮的这种这个各种风景啊,都是都可以画的非常非常好 哎,但是他就是你必须要有英伟达显卡他能干 哎,你只要画画完了以后你还告诉他是你还可以挑是我是要白天的晚上的这个各种光的 然后你都可以去搞哎,上来你说我这是天,那是山,这是河,哪个地方是沙地,哪个地方是种点花,对吧 然后有没有瀑布什么,你都可以去设 设完了以后呢,他通过人AI,然后给你做一个逼真的像照片一样的那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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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出来啊 说这就是你要的这个呃,地方,而且他做的还做成这个什么的呢,PSD,就分层呢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导到,就是他生成完了以后,你可以直接导到这个photoshop 然后再接着进行精细的修改 这个我以后再需要这种风景图啊,或者需要什么这个的时候 哎,我也会干啊,不需要去照相,不需要去求人啊,咱自己就能搞定 啊,这个事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哎,但你说这个你也就能画风景,对吧 你别的呢,比如说你现在需要个人,需要个什么东西咋办呢 对吧,你需要画个油画,需要画个卡通,还是需要画一个什么其他东西怎么办呢 哎,这个AI也有啊,也有 他们呢,是现在大概有四五款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搜 哎,他们可以来干这件事情 哎,比如说呢,他们可以干嘛呢,你可以写一句话给 这句话是什么呢 叫做请给我画一个,呃,叫什么折翼的天使 或者说什么雪海中的灯塔,就是你要写一个电影有诗意的画给他 然后这是第一句话啊,不是,这还不是第一句话,这是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要告诉他,你要画什么画 油画啊,这个美术画照片,还是这个卡通画 你首先要告诉他风格啊,然后呢,说哎,具体要描述一下我到底要画个什么 然后第三步是写什么呢 第三步啊,写说我到底是上哪去抄哪个艺术家的风格 对吧,比如说哎,我要抄莫奈 还是抄梵高 还是抄这个达凡奇 哎,你要写一个这样的东西 达凡奇画画的吗,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我艺术水平一般啊 然后呢,你说哎,我又想向莫奈,又想向梵高怎么办呢 哎,你可以写啊,这个莫奈四啊,梵高三啊 那么就是四分向莫奈,三分向梵高啊,他可以干这样的神奇的事情 然后你还可以干嘛呢,你还可以写啊,莫奈四,梵高负三 就是千万不要向梵高,一定跟他那个反着来啊,我就要向莫奈 这样也可以,然后呢,再告诉他说哎,你到哪个哪个美术馆 或者到哪个图库里去参考啊,去上哪儿学学 然后呢,这个给我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用一个什么样的基色,比如蓝色的基色 还是黄色的基色,给我一个基色的这个底色啊 就是你最后整个这个颜色要偏这个颜色 然后告诉他,你把这个东西输给他以后 他就慢慢的去给你画去了 然后你还告诉他说,一次给我画十幅 然后我自己再挑一挑,对吧 他就给你干这个事情 但是那个程序呢,就比较慢啊 大概需要,就是他们测试了一下啊 大概是跑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再画出来 哎呀,那个,当然我,我肯定没法说 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像莫奈,还是像梵高 这是那份,我是问道愚芒了啊 但是呢,这个东西已经可以做了 包括中国啊,就是清华大学也做了一套 但是那套呢,最后评价是差了一点点啊 还有一些甚至有这个手机APP啊 我还装了一个,但是我装完了以后 没让我用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装上以后,你就可以在上头给他提这种要求啊 说,请给我画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哎,你,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写的很诗意啊 写的有意境一点点 然后呢,让计算机去理解完了,就给你画去 对吧,他反复的迭代画 画完了,你不满意,可以让他重画 这个事是没毛病的,对吧,再加上这个什么 像刚才我去试的这个叫NVIDIA Canvas 对吧,这个东西也是 就是说我需要一个风景 我随便手画一下就行了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啊 而且这个,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展示图了 因为我说了半天漂亮 然后你们又觉得我画的不好看 好像人家工具没做好事了 这个只能说是,这个我的审美也就这样了啊 我以为我没经过这个训练 那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漂亮 因为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AIT大家写程序的事啊 那个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经历啊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已经开始开通来用了吗 也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这个AIT我们写程序的故事 我呢,前几天看了一个这个网站啊 就是他们的上次有好多算法题 因为我有时候会做一两道 然后来这个活动一下大脑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题是什么呢 哎呀,这个这个有难度了啊 因为我要跟很多可能听我节目的人不是程序员啊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怎么编程的事情 啊,这个这个事是一个对我的考验 也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啊 请耐心往下听 啊,他做一个什么题呢 数读啊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数读是什么东西吧 就是9个格子啊,横着9个数是9个,一共81个格子 然后呢,往里填数字 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达到一个就是这个,呃,所有数字都是1到9啊 不能填到这个0以下的和这个9以上的数都不行啊 就是1到9 然后呢,这个呃,要求你填进所有数字 这一行不能有重复的,这一列不能有重复的 然后这个,呃,9块啊 就是,呃,每,每,每9个格子呢 分成一个小方格啊 这个比如说,呃,你是9981格嘛 这是9个,9个,9个,然后这样 它是一共有9个这样的小方格 叫square啊 这个里头不能有重复的啊 它大概满足了这三个要求 然后这种数读的题呢 一般会给你填好一些数字 然后让你填剩下的数 这个正常呢 你是可以进行这个有很多算法 你可以去,呃,也有培训啊 大家可以去做 然后这个呢,在西方也很火 国内的话,应该火过一段时间 现在应该没什么人玩了吧 玩的人比较少 数读 然后呢,他这个题要干嘛呢 要让我们写一个程序 对数读题进行这个数读的这个题目啊 进行暴力破解 我们不需要去学这个数读的这个解法是什么样的 什么这些都不用管 就生生的暴力破解 哎,我说我来试试啊 这个我就看了这么个题 那这个题印象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吧 暴力破解了 那我先上来,呃,有第一个空 我先找到这个空是不是 我先把它存进来吧 说啊,这个数是不是一个空啊 是有数了还是没数了 是个空啊 我就开始往里填数 填几呢 暴力嘛 先填一吧 填完一 然后呢 干什么呢 看一行有没有重复的 一列有没有重复的 你锁在这个方块 这九个格里有没有重复的 做三次判断 对吧 然后如果这个不对 那怎么办呢 把这一换掉 填二嘛 对吧 他这个程序其实相当简单 就是我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填一遍 然后找到一个这个第一个能用的 比如说我填三啊 这个三个三次判断都满足了 横着一列一行没有重复的 竖着一列没有重复的 然后一个格没有这个这个九个格没有重复的 对吧 都满足了 然后呢 填下一个格 就把这个三带在里头 就我认为这个已经填过了啊 我就把这个三带在里头 然后再填下一个格 一直填到什么时候呢 说哎 我把它都填完了 都是对的 那么这个三这就是对的 那么如果比如说我又填了三五个格 发现哎 没有解了 对吧 我把这个又填了几个格以后 发现哎 这个已经彻底不对了 那彻底不对了以后怎么办 向后退一个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比如说原来在某一个格子里填了个五 然后最后发现彻底不对了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哎 往后退退完了以后把这个地方填成六 然后再试一遍 这暴力破解嘛 然后呢 再再试完六以后 比如说试到九发现都不对 对吧 我这个最后这个数 我就是一直从一试到九都不对了 那怎么办 再往后退吧 把这个格删了 那前面那个填的三肯定就错了 改成四试试 对吧 这就是暴力破解方式 就是从逻辑上说呢 我们都能想明白 对吧 就是我们先把这填个三 然后填个一 发现不对 填二不对 填三 对了 然后开始填下一个格 然后发现填不出来了 就把这个退回来 你这三不行啊 再填四 对吧 它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这个写程序嘛 那我就开始在这个AI的帮助下写程序了啊 以前其实都是要自己写 我在AI的帮助下写程序 然后呢 写程序的时候呢 我就先写说这个东西啊 叫数读 对吧 它英文单词叫 叫soduka 还叫什么呢 我忘了那个数读 那个英文单词怎么拼了啊 哎 先把这个词写上 然后呢 你首先你要定义一个初始的一个数 对吧 然后我说这是一个数读的数组啊 我就不用不念英文 给恶心大家了啊 我就写中文了 跟大家讲中文了 当然我还是写的英文 我说这是一个数读的数组 然后呢 他自己给你填好了 九成九的一个格 对吧 然后我就开始按照那个题目上的这个 这23那25就开始填了嘛 填了两行以后呢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 这道题我认识 然后我给你把剩下的七行都给你填出来 夸夸夸都给你填好了 对吧 我说好开心 然后行 我说那下一个呢 我说这个 要这个检查一行 是不是都是这个 呃 对的啊 然后我就写了个函数啊 叫check row啊 当然我也可以写 你可以不写这个函数 你可以用刚才我说的那个中文 检查一行是否有重复这句话 写上注释啊 都行 一回车 他自己给你填数生成好了 没毛病 对吧 这个我说啊 这个还比较简单 对吧 我就把这一行拎出来一个一个比较 然后如果没有重复的就是对的 如果有重复的就是返回这个错误 就完事了吗 这个事很简单 哎 那么我说下一步该干嘛呢 反一列 那这事肯定是一样的啊 一行既然你能生成好 一列也能生成好 再往后 哎 他惊艳到我了 那个时候我写了一个什么 就是你要去看看他是不是能够返回一个 就是这个一个方块是不是对 那你说方块对这个里头呢 他有一个小小扣 这扣是哪呢 比如说你是第一行第一列 那这事比较简单啊 那你就是 一二三 然后呢 应该是后边呢 是第二行的一二三 第三行的一二三 对吧 这是一个一个大方块 哎 但是呢 你如果是这个 呃 第一行的第二个 你其实还是在这个方块 对吧 你如果是这个第二行的第三个 你也还是在这个方块 就是在这个最左上角的第一个方块 所以呢 他上来先干了一个什么事了 先把我们的这个横纵坐标做了一个这个 呃 取整啊 就是说我们先除三 然后呢 再去取一个余数 然后呢 这个啊 不是余数 就是除三 然后呢 得到相应的整数部分 所有文管有多少这个余数部分 我不要了 他先干了这么个事 那么呢 他就可以找到说 哎 我当前这个数的这个啊 所在的方块应该是哪一格 他先把这个搞定了 然后呢 剩下的事就简单了 把这九个数拎出来 看看有没有重复的啊 这个事其实都是一样的 OK 哎 我说这还行 那么下一个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模块了 就是你要说一个一个是试完了以后 能够往回退 这个模块要去干了 写好名字啊 我说这个叫啊 叫计算数读啊 我写了这么个备注 在这一回车拍写完了 啊 人家整个把那个函数给我生成出来了 这个就惊到我了 对吧 这个上来就是 其实在我们计算机里头啊 稍微给大家讲深一点点啊 那逻辑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解释明白了 计算机里干这个事 是叫 用的方式是什么呢 叫地规啊 什么叫地规呢 就是我写了一个函数 然后来做这个测试 说我写填进一个一去 然后呢 去跑这三个函数 如果正确我就填二 然后如果这个错误呢 啊 如果错误我就填二 如果正确的话 我就这个 呃 干嘛呢 我把这个填好二的这个数 这个这个这个格子啊 重新去这个 叫什么呢 重新去调用 我刚才我自己啊 就是自己这个函数再调用一次自己 然后再把这函数传进 再把这个数据传进去 对吧 他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叫地规 叫自己调用自己 那么如果我发现适用的所有都不对 怎么办呢 我就返回一个失败 那么呢 上一个轮就知道啊 说这个数是不对了 那我就再换一个数再试 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地规的方式 然后这个自动就给你写好了 啊 我说这个 真的是要我们程序 干嘛试 对吧 你各种算法的题 各种什么东西都写好了 我今天还看到有人在这个 啊 推特上晒什么呢 也是这个啊 自动写程序的这个这个函数啊 啊 这个这个功能 他写了这么个东西 他说那个叫阿里配 就是啊 就是实际上支付宝吧 阿里配的这个配置方式 然后呢 一回车 然后自动把函数给你生成好了 啊 说告诉你阿里阿里这个 呃 这个支付宝应该怎么来配置 大概上哪去 这个有几个参数需要传进去 然后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来 直接给你写完了 哎 所以现在 这个程序员 以后肯定是这个 呃 现在呢 还是叫极大的提高效率啊 以后呢 可能就会 这个有一些程序员就失业了 以后不需要那么多程序员了 然后呢 大家更专注的是啊 计算机搞不定的事情 其实前面我讲过啊 就是这个 叫什么呢 这个 理解 然后意境 什么这些东西 是计算机搞不定的啊 现在呢 设计师 原画师 你们也有今天 对吧 你们也有今天 他们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 很多事情 其AI做的比你好 对吧 让你自己做那 画一幅这个末代风格的什么 这个 什么什么东西 你你也画不出来 对吧 但是人家现在可以画出来了 对吧 这个你告诉计算机去给我画 他就可以画出来 而且画完了以后呢 你不能说以假乱真吧 但是呢 你会有那个调调啊 这个事就可以了 那你说我设计师 能干嘛使呢 对吧 这个以后不就没工作了吗 哎 也不要想太多 就跟刚才我讲那个程序员的故事一样 哎 你们未来干的事是什么呢 叫做 这个 什么呢 就是 你要理解这个异性 你到底需要一幅什么样的画 这个事你还是要去想清楚的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要搞明白的呢 就是这个画出来以后 你还要修啊 还要去改 你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需要的 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的 这个才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哎 这个听我节目的人呢 我我希望大家去试一试啊 就刚才我讲的这些工具啊 这个 自动化这个 什么的啊 自动化这个写程序的 哎 自动化的这个画图的 这个 VD啊 呃 Canvas 这个是我自己已经亲自试过了 挺好玩的 这个随手画吧画吧 就可以有一个这个 呃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一个照片出来 以假乱真 那个真的是以假乱真啊 然后那些AI叫说话 叫看 叫叫说话画图的这些 哎 我还没试啊 但是呢 哎 因为他那个试起来很麻烦 哎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 如果你在境外的话试一试 如果在 在墙内的话就别折腾了 那个那个挺麻烦的 而且 就是我我下载过嘛 最后为什么没视通啊 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我有可能 这个我在家里头应该是用的那种 就是呃 就是GFW模式的这个科学上网 就是他发他认为这个大部分的网站 是不需要去啊 做这个科学上网的啊 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呃 人工智能生成照片的这个啊 或者图画的这个网站呢 应该是还没有规划到这个GFW这个这个库里面去啊 但是呢 这个已经被封了 所以呢 我就使不了 这个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情况了 大家呢 如果在境外 或者说你用这个全局模式啊 上啊 这个出GFW的话啊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这个特别像我这种就是呃 程序员呢 我现在也只能叫业余程序员了啊 这个或者说叫业余爱好程序员 这个美工设计原坏这件事呢 我更是这个呃 彻底的门外汗 但是呢 我现在都可以挥舞起大棒来高亮下 对吧 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这个AI在逐渐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而且变得越来越粗密 对吧 我今天还尝试跟大家讲了一段程序算法 哎 很有意思 对吧 而且这个你们也能实现哦 就是哪怕你从来没有学过编程 你也可以实现 对吧 就是在这个什么的基础上 在这个AI算法 AI AI辅助的基础上 你也可以写出来 万一他不需要你去写 他不需要你去背这个东西 你只要把逻辑基本上能够捋清楚 就完事了 剩下的事情都是AI来搞定 你需要干的事是什么呢 检查一下这个程序对不对 我在里头还犯了个小错误 就是我告诉AI说 你给我写一个最终的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忘了写写返回值了 那说你我不需要返回任何值对吧 你你就是吧 结果呢 AI就给我生成了一个不需要返回值的一个这个函数 然后跑起来就死机了嘛 为什么 因为你跑到最后你不知道他应该填几嘛 你你这个他退不回来了嘛 后来我想象不对啊 我还是要知道你最后这个去测试这个数据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所以加了一个真假这个布尔 布尔形的这个返回值 然后这个东西就对了 对吧 这个事就是说我们把逻辑想清楚 然后检查一下AI写的程序 然后这个事就搞定了 还是可以值得大家去试试 甭管是画图还是AI写程序 甭管你是不是这个设计人员 是不是程序员都可以去试一试啊 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 理解新的这个时代是有帮助的 好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再见 请帮帮点小铃铛啊 帮帮点赞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对啊 这个话最后说到了 再见